還是會啊 5月12號一開始 這樣怎麼會要起場嗎 我們還有高雄台中 因為台中是上次我們沒有去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就停了 所以沒有去 現在要回去還人家 然後高雄是家場的 家演兩場 然後再來就是國家協劇院 兩個禮拜 從5月12號開始 12、13、14然後到20幾號 然後之後就開始巡迴 台南演完了 台南已經還人家了 那姐有打滿三季了嗎 打三季了 對啊 該瘦的苦都瘦了 被車輾過的那種感覺已經輾過了 二、三季都這樣嗎還是 只有第一 第一次 我是AZ 我是AZ的 對對對 真的是有一種 不知道莫名西亞是什麼車 然後就覺得一下子而已喔 一轉頭 我覺得怎麼那麼不舒服 然後就開始發熱 然後沒有發燒 就會啃宣冷氣 然後就躺在那邊 感覺車子一直在黏我 然後就一直昏睡 然後到了8點多的時候 又一下子又過了 就好了 很奇怪 對 他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病毒是在裡面是怎麼了 喔 排劇有因為疫情有退票潮嗎 之前有 但這次應該是沒有 因為到目前我們還沒有聽說 對我想說應該還是 大家還是會拼一下吧 那口罩還是戴好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這次應該沒有採梅花座 所以 對 還是我相信劇團應該很擔心 對 因為我們演員是不戴口罩的 可是演員每個人都有認真 就是三 夜地要打三劑 對對對 都有那個看過了 對啊 那美秀姐那個主持的話 主持的話 主持因為那個 這是真的沒有 就先 就因為約到起了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現在剩全家 有地匯 全家有地匯因為公事 他要乘上去 所以他要跑那個流程 應該會到7月份吧 對 再繼續開錄 對對對 所以美秀姐民視的那個節目是什麼時候 這是真的沒有 忘記了耶 幾個月了 因為月到起了 對 月到起了 然後他們也就是一定要有這一個位置嘛 就趕快再沉下去這樣子 所以才就是換了 因為我想休息了 對啊 因為他們也想要換個型態玩一玩 我想也不錯啊 因為在民視的話 其實換一個年輕一點的型態 講一講別的東西其實還蠻好的 對 沒有事 接下來就舞台劇跟公事的結合 對舞台劇 然後舞台劇還有一個蟲蟲的嘛 那個也是 對 那天開記者會 對對對 那天開記者會那個 那個也是因為有成哥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什麼 陰 有一個 陰森 陰森 對對對 還有從我們四個人的一個脫口秀 對 那目前現在要拍 然後 然後7月6月還是7月 他們拍電影 他們喔 你是說電影 我沒有 最近沒有 可能在7月之後吧 才會慢慢接戲 最近是會去客串一個李月豐導演的 公共電視的那個 應該是台語台吧 一個連續劇 非常好看 叫做無車 無車來走 是不是 我去客串 對 像那個 今年其實電影的票房都沒有很好 但是鬼偏當道 咒已經賣破一億五千萬 那種鬼偏當道現象 你是沒演過鬼偏 我想鬼看到我都會害怕 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 如果我真的很想 我一直很想 希望有一個開心鬼 你知道嗎 可以在這個事件上這樣看這個 看這個那個 可是重點你想想看那個 如果真的道具的話 我把它放在那個拖車 很多人要拖很累耶 而且鬼如果要飛的話 很多人要他也很累耶 對 但是我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其實真的是 鬼嚇鬼還好 人嚇人會比較可怕 對啊 因為如果自己去辦那個鬼的樣子 其實會 其實會一個蠻那個 但是如果有人跟鬼可以溝通的話 如果有這種角色我還蠻喜歡的 對很想知道 他們在幹嘛 很想知道 我們所謂我們人去寫他們 寫這些鬼 鬼的同胞們他們會怎麼樣 你們想過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找這些鬼片 我想大家應該都覺得我是喜劇演員吧 或者是悲劇演員 所以他們也沒有想到這個想法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要休息 但沒有休息那麼那麼久 是可以出來的 因為有一陣子真的是太累了 就一次兩部電影吧 都在台中拍 那個真的很累 那個是蒙眉沒這麼累 我拍新加坡導演那一部 就是也是槍戰的 哇那個是夜戲一直在夜戲一直在夜戲 然後我拍那個烈姐那邊的戲 也是啊 就白天的哇 那兩部這樣我就說 我可以休息一下 真的讓我休息一下 對 那是有累到身體有什麼狀況 其實那時候有因為剛好 那時候也想要養生子 如果年輕一點的話 那時候還想有個夢就是想生小孩 我現在後來不行 太累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也不想圓這個夢了 但是我還是可以出來演戲的 對 因為大家聽到都說我可能會休息 感覺好像會休息很長 沒有我們就休息那一陣子就好了 那姐妳要追滑脫是怎麼狀況 每個人照片子都會不一樣 我照片子的時候給這個醫生看 這個醫生說還好 只是骨頭有點點不一樣 另外一個醫生還好沒什麼事情 我說真的假的到第三個醫生我去看他說 他說你脊椎滑脫了 我說滑脫 他說因為脊椎滑脫之後 他那個好像又變成這樣子還是什麼 他會有點點壓碰到你的神經 所以我腳都會麻 對 是受傷還是 我在想我有一次 我一直在找這個問題 我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好像是台灣自治的時候有摔過 有摔過 就滑下來 但我想那時候年輕應該還好 後來是有一次 我大概幾年前三四年前 我從床上掉下來 我床差不多有這麼高 我從床上掉下來 我是做夢 然後我整個就這樣 砰 我現在聽到以後 人呢 然後我就 我在這裡 然後他就抱 他說你怎麼會睡到地上去 我說我不知道我怎麼掉下來的 我在想那次應該是有痠掉 對 沒有去看醫生嗎 那時候不痛 之後才慢慢的 因為說真的 這時候天氣也變化很大 然後整個年紀的那個關係 所以很多很多的變化都產生了 才發現說原來這一點 真的還蠻重要的 所以真的是 還有我穿高跟鞋 我的那個爛 在那裡那個也是一個還蠻危險的 就是你如果穿高鞋 你的力量一直在這邊 就是用靠你的腰 然後那個一鬆下來 那個腰都受不了 那現在怎麼辦 對啊 現在就是 我要脫就是腰去做復健 然後慢慢 不用開刀 不用開刀 對啊 但是他要做長 他就變成跟你一輩子了 你只要有感覺到痛或什麼 你就趕快做復健拉拉拉拉拉 所以我都會在床上 然後把手往後 然後就這樣拉一直拉 對 這樣子也比較不痛 就是安慰自己就比較不痛 然後手是脫去 不是 我一直以為是 我以前跳舞的時候 好像是做前橋吧 然後有 就是有點骨折 後來才發現 每個醫生講的又不一樣 我到最後第三個醫生講的是 他是那個沾黏 大家都知道沾黏那個是很可怕 那個真的是會手麻會痛 根本沒辦法抬起來 對啊 現在就只能也是復健 那個吃藥什麼都沒有用 只有止痛 可是不能一直長期吃止痛 會受不了 盡量不要吃 不能拍太激烈的細胞 有一種毛病 我昨天才看到那個FB上寫的 那個醫生講的 然後有一種毛病就是 像我們有這種症狀的 除非就讓你一直動 你就忘記了 我也不會覺得痛 但是如果坐下來就開始 哇 那個痛就開始來了 後來我想 對 真的有這種症狀 我現在只要工作 或什麼的 有動作 照樣來 可是一坐下來休息 我就開始了 腳麻 然後我突然想要去那個 有沒有什麼 什麼中衣禁送 那個誰 巴黎國際 我真的很想去巴黎國際看看 因為他 對 就是彎琴雞 傑輝哥 然後他介紹的 然後就很想要去試看看 是不是講的症狀是一樣的 那因為這個要跟你一輩子 你必須要去更了解他 他是膝蓋寬骨什麼的都有 對 就很想要去看一看 現在也有別的方法 比較科學的 現在 有一個光波支片 貼穴位就可以 對 其實方法很多 但是因為他們有的醫生會考量 可不可以 對 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現在還有一種 就抽你的血去做培 培齒 然後再把它打進去 就是讓你的血再生 我真身都忘了 對 那個都不用 貼到血位就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在歐美國家是醫生的處理 你去哪裡看 你去哪裡看 去哪裡看 你去哪裡看 我會來打個貨 你自己 真的假的 對 會後再給你的分享 那我用了 是 那這樣多久了 這半年才開始的 就是在 在疫情期間才開始的 去年吧 去年的時候 疫情開始的時候 很多事情 你都會自己想 自己對 就開始很多症狀都會出現 我在想說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很多東西都要看心理醫生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 我就看心理醫生了 自己都覺得自己怎麼了 我怎麼了 我怎麼這半年來 這麼多問題 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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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累積的 對 真的是累積的 所以我想這種症候群 也是該 有時候 我覺得找心理醫師的話 倒不如就找朋友 大家好好聊天 聊聊唱唱歌啊 就滿好的 因為真的要紓解壓力 大家都一樣 對 一個小時 他就教你拉一拉 拉一拉什麼的 沒錯啊 只是暫時的 因為我如果不每天做的話 因為他有很多器材是 我沒有辦法去拉的 而且家裡也不會有 那只能用你最好的方法去做 對 但是他是很希望 Hold住你這個療程 你就一個月來幾次 一個禮拜來幾次那種的 對我們來說 這個附件就像拉筋一樣 真的是小事 可是重點拉錯就不對了 對啊 那但是只是暫緩而已 他不會有好的那個 因為這個你也知道是慢性病 就是跟著你一邊 對啊 他有健保嗎 都有 那些都有健保 那些都有健保 哦 他先